新手家长如何正确的养兔 给兔兔准备哪一些用品 鼻癌必备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需要准备好的强烈推荐的一些用品 首先你需要有个兔子 在兔子回到家之前 你就要给他做好准备的是一个兔龙 一个非常宽敞的兔龙 一般建议大家买兔龙的时候 选择宽度在80的一个尺寸 80厘米 因为这样的话 你不管来的时候是小兔子 当小兔子长大了之后 它变成一个大兔子 它都可以完全胜任 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需求 然后兔龙第一位买完之后 你还需要给它配备一个非常合适的草架 草架有很多种 按照自己的兔兔的实性去选择 有些兔兔是喜欢在上面吃的 有些兔兔喜欢在这里吃的 有各种各样的草料可以供选择 然后还有就是水壶 水壶一般兔兔一天喝的水 不会低于500毫升的 所以尽量买大一点点 有两种选择 1680毫升的或者1000毫升的 水壶是可以固定的 而千万去少用那种水碗 因为水碗会使得兔兔的下巴 湿下巴 因为它会湿掉 来不及风干 来不及擦干 它就会烂下巴 所以草架水壶有了之后 你还需要给它背一个厕所 因为大家知道 这些兔兔都是可以非常好的去清洁的 但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兔兔能学会定点上厕所 厕所是可以在户外 或者说在放风区随便拿进拿出的 因为有味道 所以厕所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厕所的大小是按照兔兔的体型来选择 如果像垂耳诸炉这种的 这样已经完全可以胜任了 然后厕所 草架水壶你和兔龙都选择完了 你要给它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饲养的一个温度和湿度的条件 那这边呢 我会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值 你要记到心里面 第一 温度兔兔适宜的是在18至24度 现在正好是24度 然后它的湿度呢 要控制在40%至60% 这是非常舒适的一数 人也舒服 兔兔也舒服 那随着季节的变化呢 你有一个温度计和湿度计的一个显示 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你家里面的情况 是否需要给它开空调 是否需要给它通风 是否要除湿 这两个数值一定要牢牢的记在心里 兔兔会非常好的长毛发 并且非常的舒适 吃草也好好吃 然后接下来这些用具硬件部分都结束了 好